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 首先我们上一次的课是讲到变压器 变压器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开始讲磁性的物质 变压器它的压力 通常我们都是有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模型 那么这个是用磁性物质去做的 铁磁物质做的 像我们的软铁就可以做 你在这一边它有一个所谓的primary coil 叫做主线圈 主线圈 那么这个是primary coil 它的电流我们用IP表示 它的电压我们用VP表示 这是primary 那么它的coil number 我们用N1表示 那么这一边呢 我们我们有一个secondary coil 那这里就是接所谓的负载 负载 那么它的电流 不管是哪一边呢 我们用secondary来表示 但是这个电压我们用Vsecondary表示 它的扎数是N2 那么我们上次讲过它的原理 它是这样子的 N1比上N2 是跟它的电压成正比 P primary P secondary成正比 跟它的电流成反比 有这么一个式子要记起来 它的原理就是说 我们利用铁磁物质里面 它的磁通 这个磁通跟这个磁通 是相等的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一个变压器 它就像我们物质外面 电线杆上那个变压器 那么那个是一个主变压器 然后它把电压输到我们屋子里以后 我们就用一个负线圈 把这个电压把它降下来 所以屋子里的线圈是负线圈 好 那么我们讲定 如果有一个变压器的主线圈 它的电压是8.5kV 就是8500个Volt 它供应附近的住宅的负线圈 供应到我们家里头来 那么它的负线圈电压 是120个Volt 那么这两个电压 我们都是用它的均方根值 就是root mean square value 有时候也叫做effective value effective value 这个它告诉我们 这个都是它的root mean square value root mean square value 这个也是root mean square value 这是rp rp 我们就写一个就好了 都是root mean square value OK 我就用这个符号代表 root mean square value 有时候我们叫它 叫做effective value 也就是effective value 好 那么它现在要问 主负线圈的扎数比 是等于什么 问np比上ns等于什么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它是要问 如果住宅消耗的平均功率 是78个kW 如果如果住宅所消耗的 如果住宅所消耗的 住宅这边所消耗的这个功率 那它就 average 是78个kW 求主负线圈圈的 root mean value的电流 求i 我们就写ip跟is 因为这个如果是root mean square value 那这个也是root mean square value OK 然后第三个 要求主负线圈的 负载电阻 主要求rs rp 我们先写rp primary coil 它的负载电阻 跟这个rs的负载电阻 好 现在我们要求这个很简单 我们a要求什么 线圈的扎数 它已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东西了 那线圈的扎数比呢 就是这两个比呀 对不对 好 那这很单纯的 np over ns 要等于vp over vs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8.5kv 就是10的三次方volt 那么vs是120个volt 那么求出来呢 是70.83 笔值是70.83 我们可以马马虎虎写成 差不多是71扎 那就是说 那个主线圈的扎数 是负线圈的71倍 好 part b part b要求电流 电流的这个 笔值 要求电流的笔值 他现在知道 average power 是78个kv 那我们求电流的笔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average power 它是等于vp 比上ip 实际上这两个要用effective value effective value 不是用它的滇值 不是用它最高值 最高值 被根号二除 这两个相成就等于最大值 两个的最大值相成 被二来除 因为我们这里告诉你说 这个就是effective value 就是root means square value 所以我们就写这样就好了 好 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 你就可以求ip 对不对 ip 就等于p average over vp 那这个是等于7.8 它是k 瓦特 vp 是8.5 vp 好 这两个一除 我们用 四色五入 就等于9.2 安培 那么is也是这么算 is呢 用p average over vs 好 我们也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7.8 乘10的三次方瓦特 就是120 福特 那就是650 安培 好 part c 负载 比如说你这个负载主抗 那就是 vs over is 好 那rs呢 就等于 vs over is 好 那这个是120 v 650 安培 这个是差不多 0.18 欧姆 那这个地方我们 没有把这个 电阻写出来 但是通常这个如果是一个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发电机也好 或者说就是一个线圈也好 它都有电阻的了 如果是发电机 它就是内电阻了 internal resistance 终归它是有电阻的 它不会说是理想的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把 它当作是有 一个电阻 是跟这个东西串联在一起的 那它就是等于V P over IP 那这个很简单 就是 8.5 乘10的三次方Volt 9.17个安培 那这个差不多是 930欧姆 就是这是很简单的例题了 做一个示范给各位看